正当我以为坏事变好事,终于可以大口呼吸时,我的抗体测验报告结果却是 这支影片纯粹分享个人染疫后的抗体反应检测结果 不是专业的指导,也没有建议人应不应该去打疫苗或者是做抗体测验 有关疫苗和做任何医学测验,请与医生讨论 哈喽,我是Joyce,大家平安,大家好 我上次拍过一支影片就是有关我得了新冠肺炎 那这个病毒株是Omicron,后来又康复了 今天我来拍这支影片,就是来做抗体测验 那看看说之前的身体是不是真的有受到病毒的攻击 那目前呢,我这个身体里面到底有没有抗体 那抗体有多大呢?那到底测得出来吗?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检测器盒里面附有说明书和检测单,必须填好姓名和检测时间 最重要的是有三个扎针,事前消毒,事后清洁的酒精棉片 装血样的塑胶小瓶罐和标签贴纸 瓶盖打开,这个小容器是等一下来装血的 那这个包装盖呢,把它盖好之后 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这个小容器给占好 先把这个贴纸写好,因为等一下要贴上去的时候比较方便 酒精棉片消毒一下 我明指好了 再来看看有什么辣掉的 好了,我做完了 差不多花了我半个小时时间 这一刚开始呢,我只是扎无名指 结果发现说这个血呢,滴的不够 所以呢,我在中指又补扎了一针 在这里面真的是用血汗做成的 好啦,我们赶快出去了 因为四点多呢,这边天就黑了 所以呢,赶快把它投进信箱 手指尖扎针点会有点淤血 差不多五到七天才会恢复 我查到在英国检验抗体方式有四种 第一种是抗体快筛 也是最快最便宜的 那在家里搓搓手指 滴几滴血在测剂上 过几分钟后就可以显示结果 在网上买测剂最便宜 我找到的是24英镑 那第二种就是我做的 那也就是在家里做检测 就像你之前看到的影片一样 我是跟英国很大的一个药房 在网上订购的 花费50磅 它的准确度是99.8% 那我做完之后呢 要寄回去 再由他们合作的医学实验室化验 并会开一个证书给我 那第三种是到医院做抽血检验 做N蛋白的抗体测验 第四种也是我后来才发现的 那是英国国民健保署NHS 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拿到检验的结果了 先说我不只会公布 我的抗体测验的结果 那今天呢 买医送医 我还会给你们分享 另外一位也是没有打过疫苗 那染疫之后又康复的抗体测验结果 所以你们影片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哦 好了 我的测验结果是阴性的 我原本期待这个抗体测验会确认 在我的身体里面的确有受过这个冠状病毒的风火洗礼 那现在的体内一定免疫了吧 而且能够告诉我这个记忆细胞 B细胞跟T细胞的表现 结果写清报告告诉我 我的IgG跟IgM过低 那所以检验不出来我过去有没有染过冠状病毒 或者是有没有免疫力 那这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出现了很多跑马灯 就在想说难道我之前 验出来的阳性是有问题吗 还有那些症状又是什么 我是在验心酸的吗 那之前的学费都白搅了吗 这抗体报告的结果说 我的抗体指数不足 就表示我没有免疫吗 刚开始看到这个结果 我真的是白思不得其解 所以呢 我上网做了一些功课 那在英国NHS国家健保署网站说 抗体测验是可以告诉你 你是否之前有没有得到新冠 那也看得出来你的身体是否产生的抗体 那这个抗体是来自自然感染的 还是来自疫苗 有些人自然感染或是打过疫苗后没有抗体 表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验得出来的 那抗体测验也不代表你对新冠免疫 或者是你会不会散播病毒 这感觉有点像是这个测验的结果 都是不一定的 不是一个绝对可以证明你的抗体情况的方式 那免疫力也不能只取抗体测验的结果 有的人呢是自然感染或是打过苗 那检验呢出来是未必有抗体 UK Biobank的首席科学家Dr. Naomi Allen 他发过一支影片 在影片当中他说 这些打过苗苗的人 他们去做抗体的这个测验 结果有三分之二的人显示 阴性反应跟我一样 表示没有抗体 但是他说这个结果是在他的预期之中 他说除非呢你的IgG跟IgM够高 否则是测不出来的 那另外一位美国医生他也表示 去做这个测验呢 并不是唯一的方法去知道说 你到底身体有没有抗体 因为还有记忆细胞 那就是B细胞跟T细胞 那只要这两个免疫力细胞发展的够好 即使抗体显示不足 保护力还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呢他不赞成去做抗体测验 我应该先看他的影片的 光靠抗体的指数来决定保护力 是没有意义的 我会把他们的影片链接放在资讯栏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今天请到一位嘉宾 他跟我一样没打过苗苗 那染疫康复之后 也做了抗体测验 请他来跟我们分享结果 你有一个更新的试试吗 我做了,在1月 你的症状是什么 我只是有很脏颜色 有点疾病 但主要是很脏颜色 那你多长时间了 有点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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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抗体检测 如果你是阳性的 那是可以测得出来 你是有抗体 但是如果说像我的话 是指数比较低 是验不到的 这个并不表示 我就没有T细胞 或是低细胞来保护我 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国 或是去哪里 他还是不以抗体测验为标准 还是规定要用PCR 没有专业医疗背景的苗苗大金主 比尔盖茨 最近在莫尼黑会议说 令人伤心的是 病毒本身 尤其是Omicron病毒株 是一种产生B和T细胞免疫力的疫苗 而且它比我们在世界上用的疫苗接种 来得更快 做得更好 而且它可以降低老年人糖尿病和肥胖患者的 严重疾病以及死亡的风险 这可是他自己说的 他一共讲了两次 令人伤心 我觉得这句话 令人匪夷所思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他承认了Omicron产生的08细胞 免疫反应比一般的疫苗还要好 所造成的症状会比较轻 保护力也比较强 那他的谈话也说明了免疫细胞的长程效果 这个Omicron呢 就像土匪一样 他入侵人体之后呢 他会专挑最脆弱的部分攻击 那有的人呢 可能症状会比较严重 有的会比较轻 不过打过这样的免疫力 下次再遇到冠状敌人 这个土匪 那这个抗体免疫战士B和T的细胞 会启动自动辨识 在看到他的时候会说 他们能够防止这个土匪严重的反复发作导弹 那至于这种免疫力可以维持多久 现在的医学数据还不足 所以需要长期的观察才会知道 我觉得走过一招跟Omicron正面过招之后呢 我身体恢复后 我的心情反而轻松不少 那至于我会不会再过一段时间 再去验抗体 我不会 因为如果有张纸可以证明我有抗体 我觉得顶多是让我的心理作用 会觉得自己更放心 但是我不会太去纠结 那康复之后我去过了很多地方 室内室外都有 有的地方有戴口罩 有的地方没有戴口罩 这个请大家不要去论断 因为在英国的情况跟你所在地有所不同 那以现在五分之一的人口 还有染疫的状况下 我的身体并没有任何的异状 这支影片呢 纯粹分享了我和我先生的抗体检测报告 我感觉有点赤裸 把我们的身体检查报告都摊在这里 不过做不做抗体测验 有你自己决定 有抗体呢 这个确认 好像就拿到了一张证书 像我先生一样 非常恭喜 如果你跟我一样呢 这个得到的结果是阴性的 也不要天真的抹杀了BT细胞的存在 那检验T细胞呢 它是需要高科技的分析 不是一般在家里咽血就可以得知结果 我在英国找到的有一间呢 是药价129英镑的一个私人机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问问你当地的医生 看他们怎么说 我在这边要非常谢谢 在我上次拍的那支影片 就是我得了Omicron 在家里自愈又康复的那支影片 底下的留言我都看了 我非常受到鼓舞 那也谢谢你们的彼此问候 我觉得说这种现在的时期呢 如果可以大家一起分享 然后彼此鼓励 对我们的身心都是有帮助的 那非常谢谢你们 分享那支影片给你们的亲朋好友 疫情还没有结束 我们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 没有说谁比谁好 或者是谁应该打疫苗 或是谁不应该打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这个病毒 不是彼此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 可以多一份善良跟正面的思考 以及勇气 我觉得对大家对疫情都是有帮助的 欢迎你订阅分享这支影片 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新片罚品通知 祝你平安健康 Rejoice